在這個時候 我都想講講 就是少少跟輔導的那麼多 我們有那麼多時間 因為我們時時都會 分派我們不同頂截去輔導人 而你來的人有些是接受輔導的 我也想講 我們輔導的人 盡量去學習、聆聽 每一次都跟一個人聊天 立刻問自己 他現在是什麼狀況 被輔導的人也想問我是什麼狀況 我想有什麼改變 那要盡量跟輔導的人去溝通 而輔導的人盡量去想 去感受 去問神 到底這個人需要是什麼 第一步就是感受到他的痛苦、困難 而心裡面有認同 即是說他是辛苦、困難 他正在面對這些困難的事 即是有這個同理心 即是感受他的同理心 感受他那種痛苦 然後我們就開始去 首先去了解他更多 了解更多的時候 可以是問問題的方式 你覺得怎樣 即是了解他的感受和困難 你覺得困難怎樣 你覺得現在的情況令到你有什麼感覺 你覺得你的情緒怎樣 有沒有受他影響 即是可以用這些不同的方法 去引導去了解 或者這個問題帶給你有什麼影響 這個探討他的問題 和對他的影響 就會幫我們了解他的情況 然後就問他 那你想怎樣 你覺得你想的情況怎樣 譬如說 我想得意志 我想得釋放 我想開心點 等他自己表達 其實我想說 就是整個輔導過程 儘量不要我 那麼困難 你要多些祈禱 快點治好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變成 因為有些人他準備好是可以的 不過如果一個人未準備好 就會造成反效果 即是對方就會覺得很快有種壓迫感 我們因為問他 你這樣的情況 你想怎樣 你想不想 你想不想改善 你想怎樣 他想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由那裡入手了 你想的時候 你覺得有什麼難阻 總是一路有不同的問題 你覺得有什麼難阻 有什麼困難 有什麼影響你 然後也問他 既然這個問題 怎樣可以解決呢 他可能 他可能說 怎樣解決 怎樣解決 你可以問他 行不通 他說行不通 或者不是很大改善 那的時候 你可以問他 我可不可以給你一些意見 我給你一些提議 好不好 整個過程都是用問題引導 為什麼這樣做是更加有效的 因為他想改變 才是最有效的改善 如果他不想改變的時候 他是去不了改變的 但是我們的心 很想他快點改變 所以我們就很想 你快點祈禱 多點祈禱 多點掩靠神 悔改認罪 離開你的問題 你就解決了 但因為他還未準備好 而且他會覺得 一直被吹逼的時候 他未必會向著那個方向去 即是我們無論引導的 是誰 都是一樣 將來你的配偶 你的朋友 都是這樣的 我們都是用引導的方法 所以我希望大家 習慣這件事 在你日常生活 常常用引導的方法 當你想某個人 怎樣改變的時候 你問他 你覺得怎樣 這件事有沒有怎樣影響你 你有沒有想過想改變 這件事有沒有影響你 即是怎樣 譬如說 有沒有影響你 譬如有些人有沒有影響他睡覺 影響他情緒 影響他對自己的看法 有沒有影響你 你想不想能夠得到解決 能夠處理到 你的生命一直被提升 即是用引導的方法 你這樣做的時候 我都提醒我們每一個 輔導的都是這樣的做法 以至他的心 有些少願意的時候 改變更大 所以說到全國人都可以這樣說 都是說引導 即是你覺得 你所拜的 你是不是滿意呢 你覺得 這是真的 創造天理的真神 能夠做的事 還是你覺得 好像 創造天理的真神 你有沒有覺得 有靈界的騷擾呢 有些人可能 他一路拜得很好 不過他又有靈界的騷擾 到底那些幫不幫到你呢 我最主要就是 我們留意我們 不要用一個 即是說話也是 鼓勵而改變也是 不要用一個 即是只是吹逼 提他 叫他 而是說 引導他 他問他 他接立的程度會更高 因為他留意問題 他會肯去改 人家叫人改 有時候人會聽的 不過不是每個人都會聽的 即是有些人已經準備好了 那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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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方法 我講的原因是這樣的 因為呢 也有些人對我反映 那我這個是 用正面的方向 和大家講的 有些人對我反映 就是說 你輔導的時候 有時候有些吹逼感 那就是有些不好的感覺 那我就想鼓勵大家 盡量是一個 感受人的感受 而引導 以致我們的侍復更加有效 那些被服侍的人 但是你都幫那個服侍者更加容易 將你的耐心說出來 又說出你的困難 你說出你想什麼幫助 那那個服侍者就更加容易 那些侍律